美国疫情才见到复燃的迹象 美国疾控中心表示 境内就出现了首起突破性的感染 Omicron案例 这名患者近期才自南非返国 出现症状之后筛检 症状目前还是相当轻微的 Omicron入境美国 首起病例29号在美国加州现中 媒体报导这名患者 22号自南非返国出现症状后筛检 确诊为Omicron 也是美国首起Omicron病例 和美国首席防疫专家佛奇表示 尽管确诊案例状况轻微 但不能轻易下结论 呼吁民众尽快追打加强针 目前全球至少27国出现Omicron病例 在莫德纳执行长称 现有的疫苗不亦对付后 辉瑞执行长也出声 称正在着手研发 针对Omicron的疫苗 他强调现有新冠口服药 能够对抗变种病毒 不过欧洲至今高达1亿5000万人 尚未接种 欧盟考虑强制接种疫苗 铁腕手段要防堵疫情传播 对抗Omicron这场战役输不得 我们带您关注新加坡最新消息 加强边境管制 宣布暂停扩大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的计划 同时也要强化入境旅客检测规定 自从12月3号开始 所有入境者都必须出示 搭击前两天之内的阴性证明 也包括来自台湾的旅客 环宇新闻特派记者们又曾来自新加坡的第一首报道 变种病毒Omicron全球蔓延 引发各国恐慌 如今新加坡决定要多管其下 透过加强检验 加强边境管制以及扩大隔离 来防堵Omicron入侵 为了降低Omicron病毒株输入新加坡的可能性 当局宣布暂停扩大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计划 原定12月6号要与卡达 烧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BTL 如今也因为这些国家非常靠近非洲南部地区 因此紧急喊咖 同时强化入境旅客的检测规定 12月3号开始 所有入境旅客都必须出示 打击前两天内的阴性检测报告 请我相信变种病毒Omicron入境是迟早的事 因此当局开始采取预防措施 使用航空BTL入境旅客 或是染疫风险较高的机组人员 如果服务的班机是从有Omicron案例的国家出发 除了抵禁时必须要接受检测 12月3号起抵禁后的第三天以及第七天 都必须到检测中心进行抗原快速检测 当局也呼吁民众推迟前往高风险国家旅游 不仅收紧边境管制 新加坡也宣布如果民众确诊Omicron 将不可以居家养病 必须被送到国家传染病中心 接受隔离和治疗 密切接触者也必须在政府隔离设施 隔离10天 PCR结果呈现阴性才能离开 变种病毒Omicron再度打乱新加坡与病毒共存的计划 如今新加坡步步为营 防疫措施站不收紧也不放宽 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了解Omicron 做好应对的准备 以上就是欢迎新闻特派记者 梅佑陈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头条焦点马上持续紧盯 新魔王Omicron比您想得更严重 已经攻破五大洲 持续在欧洲与中东地区延烧 欧盟当局甚至考虑 要不要祭出长治接种令 还有即时紧缩入境管制的美国 却还是慢了一步 已经传出第一例确诊 而目前韩国也至少有五例确诊 这些确诊者绝大部分都有非洲旅游史 其中不满达满两剂疫苗的人 这也意味着Omicron可以轻易导致突破性感染 头条焦点马上来关注 Omicron发威各国的防疫封锁 能不能挡得住 Omicron变异病毒12月1号 踹破南韩国门 一口气传出五人确诊 南韩媒体指出确诊患者 不是从非洲奈及利亚入境的当事人 就是当事人的亲友 当日南韩新冠病例连续两天 新增5000人以上 另外有47人病死 南韩防疫当局紧急决定 所有入境人士不分国籍 不论有没有完整接种疫苗 入境都必须隔离10天 一侧安全 总统文在寅坦率说 Omicron变异毒株 传播风险正在扩大 难以分阶段 恢复日常生活 中东地区即以色列后 传出零星Omicron个案 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有一名从非洲入境的阿联妇女 接种两剂照样被感染 至于沙鲁地阿拉伯首例感染 也是从非洲返国 这波Omicron流行 仿佛以非洲为中心 向各大州辐射出病例 非洲一度被认为 是新冠感染相对轻微的大州 但在新冠病毒不断突变 适应环境与宿主的情况下 现在非洲情况告急 因为这里无论快筛或PCR 无论疫苗或特效药 都齐缺无比 在不缺疫苗的欧盟 18岁以上成人 追加第三剂加强针 几乎已成了共事 欧盟执委会正在考虑 是不是应该强制公民 接种疫苗 以免欧洲 1亿5千万名未接种者 沦为防疫破口 美国莫德纳药厂表示 针对Omercron 变异株的新配方疫苗 最快也得在明年3月 才能完成临床试验 此外莫德纳正在研发一款 多架疫苗 能够克制Omercron 在内多达四种变异株 另外一家辉瑞大药厂则表示 旗下的Paxlovid口服药 能够对抗Omercron变种病毒 而美国CDC报告 全美守境最新的Omercron病例 在加州出现 传出首例后 美股三大指数大跌 尤其航空股 以及飞机制造商 更是损失惨重 当前美国回到 全境封城的可能性不高 但总统拜登将宣布 更严格的检测要求 以免被Omercron 拖垮了经济复苏 华语新闻 无限长报道 接下来掌握全球疫情 最新发展 累计确诊来到 2亿6386万人 不幸染疫身亡 超过524万例 我们看到美国疫情曲线 开始攀升染疫人数 冲上12万例 欧洲各国也是不乐观 德国医院提出警告 年底假期的重症患者人数 很可能超越去年冬天的高峰期 环宇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首先看到国内 没有本土感染病例和死亡个案 新增17例皆为境外移入 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际疫情 美国确诊数继续攀升 冲上12万多例 劳动部公布 11月中旬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创下新低 显示美国在疫情过后 似乎已经逐渐走出经济阴霾 德国通报7万1000多例 近期疫情反弹 并且迅速升温 当地医院警告 到耶旦节假期 可能将会有超过6000人 需要接受重症监护 超过去年冬天的高峰期 英国新增48000多例 为防控疫情 政府一号表示 已经购买5400万剂辉瑞 和6000万剂莫德纳疫苗 来为英国未来两年的加强针计划 做准备 法国新增49000多例 新一波疫情迅速升温 政府宣布12月4号起 将加强入境防疫管制 而新的防疫限制 目前还在眼里中 日本通报121例 原本黄氏在每年的1月2号 会开放黄居 让民众前来祝贺新年 今年已经因为疫情停办 鉴于目前的疫情状况 宫内厅表示 明年也将继续停办 南韩疫情反弹 过去一天新增5266例确诊 连续两天通报超过5000例 再度刷新疫情爆发以来的记录 印尼新增278例 为防堵Omicron 政府宣布12月3号起 将调整入境旅客的隔离期间 从7天延长到10天 新加坡通报1300多例 政府收紧边境管制 更宣布 民众若是确诊Omicron 将不可以居家养病 必须被送到国家传染病中心 接受隔离和治疗 越南通报14000多例 再创下疫后常态以来担任新高 为防范Omicron入侵 越南将暂停往返非洲七国的航班 目前民航局已经批准 但尚未宣布何时生效 印度新增9700多例 新德里机场又发现4名确诊旅客 来自有Omicron风险的国家 目前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监测及治疗 尚未确认是否为Omicron确诊者 中国新增73例 20例为境外移入 53期为本土案例 其中内蒙古的本土疫情持续升温 53期的本土病例都在呼伦贝尔市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进和 台湾in or out 北周四晚间九点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动